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德 之前有发文提过 等我做完上一支评测影片以后 就要来好好料理那款垃圾了 那就让我们系好安全带 跟着我一起出花 暮色双城 老规矩 讲这款游戏之前 我们要先来理一理之前讲过的代理关系 而这间公司过去我也在圣耀 跟高爆三国志里面的影片中有提到过 但这边还是让新朋友熟悉老观众的复习 首先这间公司的中国运营方为入珠游戏 最早是以Summertime Game或Spring Game为品牌名 两者在香港的跳板公司皆为卓越游戏 这点可以从两间公司的网站模板 简介或者环境照片 高达87%相似度确定 两者为同集团的品牌 然后从影片采访SB Game CEO 的照片 对比背景装潢跟灯具等特征 以及官网简介的入珠游戏 跟官方的真人网站讯息 Logo 下方的产品照片 以及环境图等 100%确定Spring Game跟Spring Game 是来自同个集团的品牌 而背后我们公司 只是那间中国串流品牌 爱奇艺 这也可以从那个办公室的照片角落中察觉到 或者寻线追查公司的成分也能得知 入珠游戏为天象互动100%持有的子公司 而那间天象互动的我们公司 就是爱奇艺 然后我们再讲到台湾方面 入珠游戏会透过海棉树网路 或者Hunter创意行销 这两间公司来做广告行销 当然也不排除有被遗漏的部分 上架后还是由中国厂商负责营运 所以随时被切割 你也找不到人能负责啊 那这边稍微聊聊爱奇艺吧 在过去一段时间 它也算是挺热门的串流平台 也在2016年时正式进入台湾市场 不过到了2020年受到政策影响等考量 在明面上被迫退出了台湾市场 But 私底下则是由原本的代理商 OTT娱乐 透过另一间新成立的 施萃明科技 继续非法进行在台业务 当然最终在去年还是被法院清算 不过其实也挺无所谓的 反正现在串流平台选择非常的多元 也不缺这一间 当时看的时候还有一堆广告 真的不用也罢 那再来讲到圣耀 这款之前介绍过的游戏 不光台湾人被当韭菜割烂 台湾6月上架后没多久 9月就又换个名字 跟新一波宣传 跑去割韩国泡菜 在这点上 韭菜真的是不分国界 但我比较不爽的是 我看到好几个韩国人的视网影片 都是用到台湾的繁体版 真的很怕被他们当做出彩垃圾的同路人 而过往入住游戏的CEO也在采访的时候说过 他们上架推广游戏时 都会找近期有作品 有热度 而且不能是过气的艺人 所以当时甚要找徐伟宁代言 就是看上他2021年时 与邱泽结婚的新闻 以及那部电影 《当男人恋爱时》的超高票房 而正解方其他游戏也是一样的 像《有月星神》 《高爆三国志》等 就是看上林心如 当初那部《华登初上》的人气 而你只要搜寻到关键字的时候 就会被厂商的广告推送一波 而如果是在智商分类上比较堪忧的群体 就会轻易中招 或许我们总觉得这些代言广告的操作 对你我是没什么用 但这打造流量的财富公式 确实也给他们带来爆量的营收 而这次的暮色双城 之前上架的时候 我有看到意涵的标签在后缀 而今年刚好一人陈意涵 也有一部戏剧 《永生密码197》要上档了 是不是要趁势推销 还是有什么操作 就不得而知了 而让我觉得这类游戏最屌的是 每次明明就是一模一样的套路 甚至在巴哈的洗手势也完全没有改变 常常前期就是水军在聊天区 扮演新手 各种假询问 什么很期待这款游戏啊 各位要选什么职业啊 游戏画面很美啊 等等等等 再搭配那永远抽不到的预约奖品 后来再几个你一定会看到什么推荐码影片 然后上架不到一个月 这个游戏就会光速死去 一堆的卖号然后等着慢性死亡 反正厂商预约主餐都吃饱了 剩下有什么有水就随缘赚了 继续酝酝下一次的起跳 那各位看到我铺成这么久 终于该介绍本次的快乐代表了 游戏名称依旧是千面画画 也是属于美版号的类型 不过营运商倒是可以歪一挖 找到他的中国营运商 玩心不止网路 听上去好像挺无害的 但如果追溯上去就会发现 他又是隶属那间 大名鼎音的凯英网路旗下 果然啊 只要垃圾公司出品 必属精品 而近期搭上二次元的广告又特别多 很多厂商也不管自己的属性 适不适合 就是先硬丢 尽可能提高触距率 而你这款垃圾M&O 也不管3721的追撞上去 你就不觉得左边跟右边的形象 是完全的冲突吗 我记得上一款这么搞的游戏 叫做诺雅之星 现在已经不知道量去哪了 那首先我们要进入一道 选择题 请问现在画面中出现的 四款游戏的共同点是 A.20XX年的一坨答辩剧作 B.元宇宙开放世界神游 C.千人团队耗资尚意打造 D.U1无影前渲染打造 4K画质超美绝境 请问你的答案是 这个很明显 就是E啊 台湾韭菜的下载首选啊 那我们一样来先对答案吧 比照官方释出的职业选择界面 还有这个捏脸系统 这样看上去应该是吻合了 只要这不是官方的烟雾弹的话 应该没什么悬念了 但各位有没有觉得 这个女角好像有那么一点眼熟 这不就是那个战斗天使艾莉塔吗 之前还有另外一款游戏 是直接把尼尔的2B抠过来 还有之前介绍过那款无界 也是照搬魔兵今天录的 非尤尼塔 反正这些垃圾换皮游戏啊 不搞点事情隐黑流量 就是不会罢休啊 那我们来郑重介绍这游戏的玩法吧 不是你在期待什么 就是没有玩法啊 自动打怪接任务 轻功做齐大翅膀 战力冲绑 官方拖 圆包礼包 骗你冲 就是纯纯设计给手机玩的游戏 用户唯一的作用就是当提款机 让厂商尽情取款 这我已经在过去多少款换皮 MO影片也都讲过了多少遍 但是真的没有用 还是随便就能登上什么销售排行 真的目前除了欧美跟日本市场 比较难被攻破以外 台湾方面真的是经常可以被厂商逮到机会 虽然我介绍这类游戏也是挺轻松的 毕竟不用脑的游戏也不用怎么思考 不过还是希望这类游戏能少则少啊 结论 幻皮复幻皮 幻皮何其多 99玩幻皮 万事成戳妥 当我以为人类的智商 该随着时代一同进步的时候 总会有另一群99选择不当人类 拼命反向倒退超车 追寻属于他的第九艺术 而超票虽然是个好东西 但还是仅仅只能提升生活的品质 无法改变的终究还是无法改变 而究竟台湾的智商价值多少 就等到时候上架时见成章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迷勒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